大家好,我們這邊是周中環,我是周中環的哲偉還有TIFF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即日起開跑的一個開源實踐的計畫 它的中文名稱叫繁體中文AI開源實踐計畫 Traditional Chinese AI Open Source Grant 原則上它大致的想法就是希望在大學語言模型這個風潮之下 在台灣特別是繁體中文的語境裡面 我們怎麼樣累積更多開源的材料 不管是文本的資料或是評測的觀點 或者甚至在教育領域、法律領域的相關的應用 那我想這些都蠻需要一些Open Source的精神放進來 在整個生態圈去促成大家來有更多的交流跟算是一起往前進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的語系在整個大學語言模型裡面 本來就不是主流的語系 那所以這個證件主題裡面大家都可以直接點進今天的這個文件裡面 直接看這個證件辦法 那我們去爭取到一些贊助的單位 他願意提播大概一個專案最高50萬元的獎金 那大概區間是20萬到50萬就上 就看大家的提案 例如說你的工作程度或者是工作節奏 例如說我們可能也會用期中期末的方式來進行撥款 就是說你不用等到都做完才會拿到錢 你其實可以先提出一些構想 那我們藉由評審藉由這邊的判斷覺得 其實是可以先資助你一部分開始起跑 那等等的這些可能都透過大家的提案來介紹跟說明 所以證件主題基本上你在這邊大概可以看到五個方向 特別是除了剛才提到的這些很大學語言模型所需要的文本資料 評測資料之外 如果你有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言 也希望在這個大學語言模型裡面 讓這個語系留存下去 那期間很歡迎你來提案 所以補助的內容當然這邊大概都會有一些介紹 那我們會嘗試在獲選團隊獲選之後 也提供一個一對一的專案諮詢去引接一些mentor的角色 那即日起就開始增見 所以你有任何想法 你有認識很多有在做類似構想或專案發展的朋友 你都可以歡迎他來提案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隨到隨省 發完錢就沒了 所以早一點提案是比較好的 不要等到四月才所謂的第三波 就是基本上現在有想法 甚至我們也鼓勵你已經做了一些東西 甚至你都已經在Hugging Face上面 或者在Github上面了 你就用這個基礎來提案 那我們也會來看這個提案內容 所以就歡迎大家來提案 那Tim這邊要不要解釋一下 我們之後會用什麼頻道來宣傳 如果大家對這個增見計畫有興趣的話 先加入AI Learning的頻道 我們會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問問題或是跟其他人交流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些內容有問題的話 今天都可以來詢問那個Tim我跟哲偉 然後大家今天其實如果沒有想要參加的提案 就是可以直接現場來組隊 然後有問題都可以繼續問 謝謝大家 謝謝九總團 那接下來是有